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30年变迁 作为MPV车型开创车型 第六代克莱斯勒大杰龙以进口身份登陆中国 无论外观 内饰还是动力都比国产的上一代车型有了很大的改变 克莱斯勒大杰龙依然沉稳大气 前列设计与300C相似 融入了克莱斯勒最新家族式脸谱 5V镀铬钝盾型进气格栅和宽大的仙气大灯都无一不彰显着商务稳重 下进气口采用黑色试条 中间贯穿长条镀铬装饰带 两边雾灯也采用了透镜 发动机盖上凹凸有致的线条设计也让大杰龙不显得沉闷 进口大杰龙侧身设计比较内敛 该款车型的车窗边框采用镀铬与黑色相边处理 高腰线 低裙线和镀铬把手防擦条的设计元素 是大杰龙沉稳中带着大气 通过智能钥匙可以开闭两侧电动防甲化衣门 外后视镜集成了转向灯 加热 电动调节 电动折叠 倒车辅助调节和记忆功能 轮毂为17英寸 铝合金材质 轮胎品牌为优科毫码 轮胎规格为225-65R17 大杰龙在尾部设计上也不例外 规矩的尾灯和高尾刹车灯都采用了LED光源 尾门镀铬logo和横向镀铬装饰条相互配合 非常协调 此外 该款车尾部还装有四点式倒车雷达 内饰片 稳重 配置丰富 大杰龙内饰在黑灰色调的基础上 新添加了镀铬元素 稳重中不乏时尚 中控台上方为6.5英寸触摸显示屏 具有40G硬盘式导航系统 语音控制 倒车影像显示 CD USB AOX音频播放 和EVIC车辆电子信息中心等功能 中控台下方为综合控制区域 空调拥有三区独立自动系统 第二三排头部和腿部 均安排了空调出风口 位于中控台中央的钟表 也很好地映衬了大杰龙的车型定位 粗大三幅式方向盘比较厚重 集成了定速巡航 余音控制和行车电脑控制等功能 此外 驾驶员还可通过方向盘 后面左下侧的调节按钮 调节油门 刹车踏板的位置 这一点非常人性化 仪表盘采用了双炮筒设计 中间是行车电脑显示屏 可显示车外温度 平均油耗 剩余油量 行驶里程数和安全提示等信息 3078毫米的轴距 足以使二三排乘客 拥有充裕的乘坐空间 第三排座椅可电动隐藏收纳 放倒后与地板平起 第二排座椅可手动向前翻起折叠 也可以选装电动收纳功能 在后排座椅完全放倒之后 与后备箱构成了一个超大的储物空间 车内储物空间方面 中央扶手箱 双层手套箱 水杯架 第二排地板储物箱 车门储物格和隐藏式桌板等空间也很便利 大杰龙具有真皮 绒皮 双拼座椅 前排座椅八项电动调节 并可电动加热 主架两项电动腰托调节 此外 最后一排座椅可向后旋转 形成观景台 第二排座椅同样可以通过选装方式 实现这一功能 新一代克莱斯勒大杰龙配备有 一键开闭功能的电动天窗 第二三排车顶均配备9英寸 影音娱乐夜景显示屏 可独立遥控控制 大杰龙在安全方面也比较厚道 标配前排多截安全气囊 前排侧安全气囊 前后头部侧安全气帘 预警式安全带和影像泊车系统 其他安全辅助还配备了 ABS EBD EBA TCS ESP和胎压监测TPMS 动力篇 动力澎湃 大杰龙搭载的是3.6升V6汽油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208千瓦 最大扭矩为344牛米 与之匹配的是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挡把被安排在了方向盘右侧 克莱斯勒新一代大杰龙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 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的搭配 此外 该款车还拥有悬架载核自动平衡系统 使车身可以拥有很好的前后平衡姿态 尺寸 5218毫米 1998毫米 1750毫米 轴距 3078毫米